哦 回頭回頭 哇哇哇哇哇 好色啊 拍C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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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了 唯一狗去買了 嗨 peach 这么大一个哦 整个屏幕都穿不下了哦 走开 观点朋友们你们可以猜一下 这三个CiMu花了多少人民币 看我表情 你们一直叫我拼积木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钱包 真的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虽然说我们这是买了三个积木 但是在我拼了这么多积木的经验之后 我是不可能拼到完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拼这个会冻的挖掘机 这个挖掘机的积木 好像是可以通过手机连接之后 可以变成一个遥控车 应该会挺有趣的 现在我就把它拆出来 它的说明说真的有精华字典那么厚 以后请大家叫我 没有感情的拼积木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拼完这个积木 我们需要用多少的时间 现在是3月11日晚上1点55 无情的拼积木机器 起动 好累啊 现在是早上10点半 也就是说经过我们不停的作业 我们终于台湾吃了这个积木20%都不到 这也太难了吧 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进度 我们起码要上天才能把这个积木给拼出了 所以我考虑到 要不我们先去休息吧 其实我是能熬的 但是在写嘛 我在这里熬下去摸鱼摸半天 我为什么就是一个这样 起来再拼命的天 那我们就 起码就见 你们在视频里面是不是感觉只过去了几分钟 但现实是 已经第三天了 第三天了 我上天的人生啊 正如你们所见 我们这个挖掘机已经快拼完了 目前我们只剩下这么一点点零件了 预计一个半小时就能把这些全部拼完 现在我们就一步到尾 把它拼完吧 唱歌 起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好看的 弹幕评论 抠个一 让我知道你们的弦法 我给大家剪一下 我拼这个积木的体验吧 第一 这个拼的过程真的很痛苦 因为这个积木的碎片太多了 真的4000多片 就真的你稍微没有一点点耐心 完全拼不下去 就算你有耐心选择拼了 你的肉体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我感觉我的手指头现在都没有自觉 这是哪儿的 拼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挑战 一点都没有夸张 你们没有拼过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体验到我那种感觉 第二虽然说拼的过程很难受 但是拼出来之后也挺好看的对吧 你们喜欢吗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玩具 最激动人心的功能吧 反正它只要连接手机 就可以像玩具车一样动起来 试一下 会动会动 哇哇哇哇 好色啊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 哈哈 好色啊 还可以后退 哇它真的 它真的就完全是一个小挖掘机 升级 产生 好像哒 OK来一个技术总结 现在有这么大的积木 你们可以喜欢 但是我真的不介意你们去拼 不过人格有意了 我之前在评论机看到你们前程 我拼那个5000元的泰坦的一个号 搞 不搞 搞的话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000000 我就买那个积木回来 还原电影里面的水下的场景 对了 最近我发现我们频道的点赞率是真的低 比如说这个播放链247万的视频 我们的暗赞却才只有少少的2.3万 这让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如果你们能看到这里的话 就请 做做你发扯的小手 不然一鸣点个赞吗 感谢 感谢 OK我是一鸣 我们下期再见